Hello 大家好,又是我Chanel 所以現在我已經介紹過我的這一個團隊 是蠻不錯的團隊 呵呵呵,我在講什麽 就是我每次把我的白狐放在第一隊 因為他的小招式,那個傻交的攻擊力也是蠻高下的 除非在我遇到鐵屬性,鋼屬性,或者是毒的屬性 我就會考慮馬上換成這個鐵球 這鐵球,因為它的抗性很多 我會製作這個圖,並且放在旁邊 你們看的時候也方便,比較容易看吧 就是屬性相剋方面 當然屬性也不...就是我傷害它,我要看它本身屬性多少 可是在我要不要換怪物,或者是它攻擊我的時候 我就要看它的屬性,它所使用的招式的屬性 啊,對對對,呵呵呵,終於講對了 呵呵呵,那我先來開始打打機場 那雖然有時候會輸有時候會贏 但給大家看一個參考吧 一個參考 當然,玩這個遊戲,最大的牽敵就是 狼線球力 要不然,都可以打贏的 OK,第一個,我算順勢吧 也不是說很順勢啊,只是我攻擊它很多 哎呀,哎呀,我按錯了,嘿嘿,沒關係吧 噢,破壞了,所以你看 它打我,好像在抓癢罷了 那我一定防吧,我用小招就可以打完它了 如果我出我的鐵球,它也是死的 噢,死了,那我出我的鐵球吧 鐵球是蟲屬性的,對它也是非常有效 啊,防吧 咦,這樣子 蟲好像不怕惡嗎?我忘了 那反正我沒有防護罩了,就看看它攻我多大 應該普通吧 普通哦 啊,馬力路 我先換怪,因為它剩最後一隻 我就存著我那個 剛屬性的大招 對它是普通傷害啦,因為它是水屬性嘛 那就綜合掉了它的妖精屬性 不過我當靠這隻馬力路應該也可以打死它吧 就是想用這隻來耗它的防護罩 那正常情況下,它是一隻兩個防護罩 它一定會用完的 那我就用比較快的大招就 拿一個一好就用 就為了耗它的防護罩 哦,我在做什麼? 就是我不用你也可以的 因為它一定是用防護罩的啦 所以我再講一次,鐵屬性 妖精應該是怕鐵的 但那個水兔它同時間有水屬性 咦?這麼好它有的? 同時也是水屬性 那麼它是可以綜合掉那個鐵的攻擊 鐵的傷害啦 呵呵呵 終於是緊急步 導體積慮 那就是你 那就是我進行的 那就是你 有的 第一季 第二季 這個有的 所以呢,這樣贏了第一季 第二季 他在付出 後來 第三季 誰 他們的人 很多人 刚刚第一局很好,现在第二局就给我出现网线问题了,唉,真的气死我,不妨,我都不知道什么怪物 HELLO,我在打什么呢现在,我完全看不到呢 哇,我慢了很多,唉,我的网线出问题 这个白狐他的小招,撒娇攻击力很大下,不错啦我觉得啦 至少对我一个回归玩家,这样子觉得啦 呃,防吧 哎呀,我的网线啊 刚刚第一局才称赞他吧,现在第二局就来了 哦,他可以出多一次大招吧 OK,出多一次大招就可以下场了 我防护罩没有了 对手也没有防护罩了 那他是水跟电,马尼路一定不可以的啦,只有靠铁球了 铁属性对电是没有抗性的 所以他对我是普通伤害 而我是不可以用那个血这招数 因为他是水,对他是不痛 所以我只能用那个岩石属性的,但我觉得应该会被他打死的 啊,我的网线不给力,你看我已经按了很多次 啊,第二局就死了 哎,这个网线啊真的是,头痛啊 至少我看到第三次吧 哈哈哈哈 我是贏不了的啦 唉 網線啦網線 好啦 所以就比如 就我已經說了 王這個遊戲最大的天敵就是 網線不給你 又來再轉了啊我很怕啊 哦他是惡屬性又是格鬥 肯定是怕妖精的 那如果他換了我就哦 他應該不換了吧 我的網線啊完全不給力啊 完全不給力要不然我可以打死他不用被他打 不放吧 啊我應該啊算了 完全不跑 啊真的是頭痛啊 你看 攻擊力蠻大啊 希望可以騙到他一個盾吧 那我過後就要換鐵球了 鐵球隊還有抗性 而且他怕 他怕我的 啊那個 從從技 不放吧 對不怕兵的 但是超過一半的命 他又是超能怕我的從技 從技的小招 哦 他認輸了 我幫你打死我 很熟的boss怎麼怪物哦 啊 血妖女是嗎 哦他使用毒我一定要換的 完成鋼球 雖然我對他 也是不是很大的攻擊力 嗯 我就試看不防 格鬥系 哇好痛啊 好痛啊好痛啊 應該防的 哈哈哈 呵呵呵呵呵呵呵 呃 格鬥系呢 我出回妖精 哎呀這個也是 怕的毒啊 哎呀他不是出毒性的咧 哎呀他知道我不該換的 咦我不知道他小招是什麼 因為網線不給力的方面 我又很緊張了 - 绑吧! 那因为我这一只水兔它的小招是格斗戏 对它不是很有效,因为它是毒戏嘛 那能够的话,我就换回那个白狐,可是网线又不给力! 每阵讨厌网线的,本来我可以赢的,最后不能赢的 好,各位!第三局是报废的啦! 我本来可以赢的,最后因为遇到了最大的天敌,就是网线出问题 所以就没有赢了,那我们来第四局吧! 真的是气大我,差点把我电话丢掉了,很惨! 哎,又来啊! 没有画面啊,我怎样玩呢? 这是在玩什么呢? 你看,就这样子退出,算我输了一次! 哎,什么鬼啊! 第五局也是啊? 啊,我的白狐,可怜啊! 你看,各位你看,我根本打不到啊! 哎呀! 不过我前两局是赢的! 而且第三局是差不多,可以看得出是 哎,因为网线的问题! 那这一集我也不想浪费啦,就还是出吧! 看大家打我,我打不到他! 没关系吧! 那我这一集,这个影片就是告诉大家 玩Pokemon GO,最大的天敌是什么呢? 我讲都吃了啦! 就是网线不给力啦! 哎呀呀! 那我过后,我再看看到底网线什么问题 然后我再,可能买一个好点的网线吧! 我这是用DG的啦! 可是我真的是啊! 也是给他气到很气啊! 那过后我再看,再打别的 就是下一个影片啦! 我再做好点的给大家! 这个影片主要的目的是告诉大家 玩Pokemon GO,最大的天敌就是! 哇,我现在不给力! OK啦,拜拜! 拜拜!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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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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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